感谢神 2021年初我们开始了宣教中心二期工程的建设 与此同时利昂宣教士一家也在积极开拓并丰富当地施工 下面让我们一起通过本期视频了解二期工程的进展以及施工的拓展情况 说到宣教的项目呢我们的中心主体已经大概四晚了 刚才我们的中心包括儿童活动大厅 全人聚会大厅北讯大厅办公室 区域还有接待弟兄姐妹的课法 当然苏健仍然还在进行当中 非常感谢你们在这个阶段给我们的帮助很大 我们非常感谢你们 感谢主 我想弟兄姐妹都已经了解到就是贝宁是这个乌独教的这个发源地 那么在这里乌独教渗透进入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当中就是非常非常深的 就根是非常非常深的 那么他们这里的这个属灵的文化和背景是相当复杂的错综复杂的 有各种各样的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参杂在里面 参杂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现在就是仨主 有很多很多的挑战 很多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是大能的 神的话也是充满力量的 福音本是大能 要叫一切相信的人都能够得救 我们会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继续服侍 继续依靠神的恩典 来完成他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呼召 以及给予我们的这个使命 我们非常非常感谢 埃兮兮兮兮兮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的这个带领员长老 你们在我们的这一条路上 所给予我们的大力的支持和帮助 给予我们事工的帮助 给予我们家庭的这个帮助 我们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谢 愿神他丰盛的供应 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每一天添加给你们 每一天加在你们的身上 丰盛的平安丰盛的喜乐 和在他面前的满足快乐 盼望在他的里面 我们非常的爱你们 感谢你们 盼望在主基督里面 早日与你们相见 谢谢大家 也希望你们很快 就来看我们 来看到我们一起 跟神一起做的功 非常感谢 感谢神 他是在沙漠中开江河 在旷野中开道路的神 在贝宁这片未得知名的土地中 我们见证了神 极丰盛的供应和能力 愿神继续祝福 利昂宣教士一家 在贝宁的施工 也请大家在祷告 和奉献中纪念他们 让我们一起完成 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使神的名 在全地得到高举 我们下期见